就是我們希望公民參與或是國會參與 不只是表達意見而已 而是我們實際上我們的東西 我們提出來的意見 必須實際上可以影響這個決策的過程 那其實在這個民間版裡面 它其實分了很多不同的階段 首先我這邊我有參考那個 之前網路上有些神人去翻譯了 那個韓國的那個 國際通商協約的簽訂的部分 那其實民間版本我覺得相當程度 有去參考這個韓國版本部分 那我覺得它的特色是在於說 我們先有一個這個 兩岸地結契約 地結條約的時候有一個地結計畫 那這個地結計畫呢 它在行政機關在形成這個地結計畫的時候 它就已經必須要透過公聽會的方式去看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個地結計畫必須送到國會議決 那經過國會三分之二的立法委員 同意這個地結計畫 它才可以跟著 依照這個地結計畫去簽約 那這個地結計畫 它可能只是一個比較 蓋過的計畫 蓋過的方向 那立法委員通過之後 行政機關必須依照這個方向去 地結後續的更細節的這個條約 那裡面也有特別講到 如果沒有經過立法委員這個地結計畫 參與這個地結計畫 去簽訂的這個條約是無效 那另外在這個官方去簽約之後 在簽約之前 如果說官方已經跟其他機關 譬如說跟中國 它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 它就必須把這個草案公布給大家 讓大家給大家看 那它除了公布草案之外 它還必須要提出憧憬影響評估 也就是剛剛很多人提到說 有些產業可能是弱勢產業 可能是會在 條約過程當中被犧牲的 那這個程序 民間版本的程序就要求 你必須把這些影響評估做出來 包括你對哪些產業可能有影響 那你影響沉重是哪裡 那還有你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那你的配套措施的裁員是什麼 你可能也都必須要在這配套措施 跟大家解釋 那除了民間行政機關 我們做出這個影響評估報告之後 民間機關也可以提出對應的影響評估報告 也就是不是這個影響評估報告 不是民間政府說了算 而是我們民間機構 專業團體也可以提出相對應的 這個民間報告 其實在這次的福茂裡面 其實以鄭秀林教授為首 可能大家都在網路上有看到他 就那個福茂的一些Q&A 他們其實有做了一個很完整的 可能結合資訊啊 或是什麼其他經濟學者 做了一些比較完整的評估報告 那這個部分其實後續我大概有興趣 可以在Facebook上搜尋那個鄭秀林 鄭是鄭成功的鄭 秀是秀立的秀 然後林應該是玉智堂的林 那大家可以去看 他其實就這部分已經做了相關的這個產業評估報告 那其實這個部分理論上在國家簽訂條約的時候 應該是政府機關要做的 可是其實我們這次可以看到馬政府根本都沒有做 那我們民間機關做了 那政府可能經濟部長還出來攻擊這些學者說他們要亂補 那其實我們會覺得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民眾在簽訂齊學的時候我們希望看到的東西 那回到剛剛民間版程序 在雙方這個評估報告做出來之後 那如果說認為有重大差異的時候 那立法院可以要求這個行政院去重啟談判 那如果覺得這個是OK的 那行政院才可以進行這個簽署的動作 那簽署完之後還有一個簽署後的監督機制 也就是剛剛這個Kerry這邊有提到的 民間機構簽署完之後監督有包括審查或是備查 如果這個立法院覺得這是跟這個簽訂的條約內容 跟涉及法律的修改 或是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權利的時候 他這個條約就必須要經過這個立法院的審查 那如果是只是一些細節性的協議 譬如說是這個兩岸或文件的這個認證啊等等 比較detail的基礎性的執行的部分的協定的話 他就只需要透過這個備查 那除了這個程序之外 簽署之後的監督還包括一個就是民間版還要求 就是在簽署之後 每十年喔 每一年都要就我們簽訂機 這個條約喔 政府機關要提出他們的經濟報告 就是我們簽了之後 每一年每一年到底經濟數字怎麼樣了 相關產業的經濟怎麼樣了 那在這個民間版的監督條裡 也有這個設置 那行政院版的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他各程序都有參與 只是都是只有說明跟報告 那他也只有在國家安全的部分 有這個立法院的那個議局 那剛剛民間版的部分還有一個很多人提到就是人權的部分 其實剛剛我提的部分都是國會或是民間團體的參與 那其實民間版的部分就涉及政治議題的條約 剛剛我有提到 他是必須要經過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委員的同意 他才能通過 而且他必須要送到這個公民投票去審查 那如果說我們人民認為這個條約的內容 本身會侵害到我們的基本權利的時候 那這個民間版的條約 也有一個內容是說我們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我們可以向我們的法院 依照程序去提起訴訟 我們認為我們哪些權利是要侵害的 那政府機關就必須要回應人民這些訴訟上的請求 那他必須要去終止這些侵害 或是他必須要重新去協商去改善這個情況 那其實相關的這個 我今天只能很概略的跟大家講 那我還是很希望說今天的討論只是一個起點 那大家可以透過這個討論 進一步去網路上搜尋 其實現在網路上很多人去做一些 新政院版跟民間版的對照 或是民間版也有一些比較 畫一個流程圖 那個台灣這個 公民審議團體 他也有一個 把民間團體用一個圖表的方式 去跟大家說明說民間版本 到底他所有的程序是長什麼樣子 那大家可以先從這些簡單的圖表入手 那再回去看我們比較詳細的條文 那我就今天大概講成這樣 那我希望說 其實大家都很希望說 我們人民的參與可以形成力量 那我畢業告訴大家 我們越是努力 那越是了解內容 那越是去透過這樣的參與方式 那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力量 越能被這個 越能影響執政者 越能被執政者聽到 那可是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希望說 大家不是只是聽一聽 那大家可以更花一點時間 更去瞭解裡面的內容 那只要每一個人多瞭解一分 其實大家的力量就會多增加一分 那大家了解之後 大家提出來的公共討論 或是公共參與 大家都會更有力量 那我希望今天直接開始 那大家可以後續繼續去 關心我們這個兩岸監督條例的進行 這樣子 謝謝